可以了啊 預備 呼吸一下姿勢 這就是不領帶部長 你來幾個定場獅子 再來一次啊 不過補著就補了啊 鵝 鵝 鵝 驅向向天動 博寶敷綠水 接著上回說 二十四個小時以前呢 我們歡聚在這裡 得一堆正式的說評書 很好 我昨天是生平第一次說評書 也很緊張 所以說今天第二次呢 比昨天粉強一點 但是至於說能強多少呢 有限 所以昨天來的朋友呢 我到兩聲線 今天來的新朋友呢 我到一聲線 第三個回的時候您再聽 嘿嘿 還不如第二回 不過您常來啊 咱還是有一些新鮮的內容 過去這二十四個小時裡頭 非常好 有好多好事 所以晚上我就挺高興 這個 我們的李娜同志 這個這不是我定的姓啊 這是今天中央四套 這國際頻道 這新聞裡頭的啊 李娜同志為國爭光 勇奪法王女當冠軍 現在已經定性為我大的同志了 非常好 昨天呢咱說的是這個大鬧大名府 這個大名府呢 是水湖裡面的一個橋段 這個橋段呢 故事緊張曲折 有好多知道的朋友 這個說書不好說在哪呢 好多的熱情的觀眾朋友啊 他比這個演員能耐大 您比如說像我這張師哥 我昨天很坦克 差十分鐘兩點我就坐到了這裡 我希望和觀眾交流一下 拉近一下彼此的距離省得緊張 張老師我還沒有坐定這個老師 我剛也挨桌子 人拿出一本出來 83年第一次出版的大鬧大名府 我很慚愧啊 我慚愧在哪呢 我這本書是85年第二版 人家比我有能力 我這本書從哪得來的呢 湖北的宜昌 那回我們在那兒演出去 在一個很小的一個地攤上 我們在那兒遛 還要看見有這本書 我們要出門啊 經常哪有救豬攤啊 救貨市場啊 經常去賺錢 能掏著寶貝 可能人家覺得這書不值錢 咱就覺得 如貨之寶 這書我還真是花了巨子買的 一塊五毛錢 一塊五毛錢 我這本講出來 是吧 你看我這一塊五 這本書 水湖主要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國家和人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啊 因為在每個人的心裡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對國家的印象 自己對國家的想法 我理想當中的國家是什麼呀 當然國家和政府不是一回事 說我是漢朝人 這跟漢朝沒關於 中國 而且中國這個國家裡的人 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傳統 我們的文化傳統是對內 但是說的是漢族啊 有一些少數民族的這種朝代 當然咱現在說也是很引起為豪的 當年元朝的時候打到過莫斯科 當然這是少數民族政權 從漢族人來說 很少有這種 蔣介石說的這句話 嚷外必先安內 這個就是中國傳統人的思想 這都外國不一樣 你看像一些西方的這些 藍眼睛黃猴猴的一些國家的這些人啊 他為了解決內部的矛盾 他為了解決這個經濟呀 國內的就業呀 自己的這個選舉問題 發動戰爭 他不如自己打自己 打外頭 這個我欺負他 我打的他 弄得欠了一屁股上 誰現在說殺一個美國人 引起為好的事 真是早年間啊 我們在新疆 有幾個維族的朋友 這幾個人呢 也不是什麼 很善良之輩 也有一點這種 是左傾也好 是右傾的一種很激進的想法 他就說 好多這些穆斯林的人 就是這種西亞國家穆斯林的這些人 如果能殺一個美國人 好 以你為好 這就是民族的英雄 你跟李河彪呢 不是老師 這是這麼定性的 當然水虎傳裡說的這些為英雄 他每個人抱著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思想 梁山區域的這些人 一個人一個想法 宋江有宋江的想法 宋江的想法是什麼 他不是說 我就想想爬亂 我就想讓梁山怎麼樣 他是萬般不耐 逼上梁山的呀 有好多人 我是想抱負 我是想抱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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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天臣所犯 這樣的人物也是比比皆實 對不對 聯想到昨天 昨天這個李娜這個事 我覺得 在當今來說 李娜老師是一個值得 我們這些80後也好 年輕一輩的國家之棟梁 學習的楷模 為什麼 他身上沒有那些浮誇的東西 沒有那些形式主義的東西 他說的那段話 獲獎感言 首先感謝我的贊助商 第一句 首先感謝我的贊助商 感謝我的團隊 為什麼 沒有那些掏錢的人 他上法國 這吃啊住啊 這都得多少錢呢 誰給他掏 訓練 請外國教練 這都得是人家贊助商給掏 所以一點錯沒有 他沒有說感謝政府的話 我就感謝政府 對我多大的支持 沒有 因為政府也沒有支持他 所以他也沒有必要去感謝政府 但是你說這個人不愛國嗎 我想也未必 唱國歌的時候 升國旗唱國歌的時候 他也在那兒默默地唱著國歌 因為他為自己的祖國增加了贏 我覺得這個人很真實 在澳網的時候有個記者採訪 採訪他說這個 你為什麼要參加職業比賽 他們參加這叫職業比賽 為什麼參加職業比賽 要一般的人說 我為了為國爭光 我得怎麼怎麼著 罹難和一句話 為了贏得獎金 為了更好的訓練和比賽 實話實說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 我覺得 對於國家的熱愛 和對於自己的尊重 好多這個體育明星 有的能談到明星 有的談不到明星 你說我為了祖國爭得榮譽 我怎麼怎麼著 其實你細分析起來 這些人說的百分之九十 太不可觀了 我們現在的這些人 愛國體現在方方便便 結果我唱兩句高調就叫愛國 我說一個真實的事 這個都跟這個我們這個劇情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評書這個東西啊 有的是借國慾金 有的是借金慾金 今天來說一個借金慾金的事 我黨 布爾什維克 是一個無神論的政黨 但是在福建沿海 廈門底下的一個小城市 很殘愧 這個城市我忘了叫什麼 而且我今天也沒查出來 很殘愧 但是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個解放軍廟 這一聽說很反共解放軍廟 怎麼這個這個我黨統治下都解放軍廟 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老太太 現在 今年已經花白的頭髮了 每年清兵節的時候 帶著他這一族 他的子孫後輩 都要去這個廟裡頭拜祭 怎麼回事呢 49年 在明國三十八年 還這個國民黨的軍隊潰敗到了台灣 當時由於我們這個方建國呀 軍事實力不過強大 那時候空軍還沒有正式的起步 這個小姑娘呢在地裡面玩耍 突然間從台灣飛過來的幾架飛機 來空襲這個騷擾吧 還叫洗澡 來洗澡他們這個村子 他們這個村子裡面有這個解放軍 解放軍為了保護這個小姑娘 一個班的戰士 都死了 有兩個戰士 班長帶著兩個戰士拿著槍 去打這個飛機一邊打一邊跑 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有幾個戰士為了掩護這個小姑娘 就倒在了幾敵人機槍掃碎之下 那幾個跑的後來也拿跑在那裡炸死了 這小姑娘過了很長的時間 從這幾個人的屍體下慢慢地爬出來 眼含著熱淚呀 這幾個人都死了 這也是一種男子 當時那幾個戰士的歲數也都不大 二十出頭的年紀 二十出頭的歲數 這就是一個人對於國家的熱愛 再說一個 咱小時候都行一個叫希望工程 大夥都知道 希望工程就是解決這個老少邊窮地區的這個孩子們上學的問題 這個事兒也二十來年了 而且這個事兒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前一段時間吧 這個新聞頻道播了一個採訪的紀實 我覺得挺版人 就是二零一一年就是幾年的事兒 在貴州的一個山區裡面 採訪了兩個人 一個小男的孩兒 一個小女孩兒 這個小男孩兒呢 上二年級 小孩兒 小女孩兒呢 可能上五六年級了 這就稍微大一點的思想 就稍微成熟一點了 先到這小男孩兒的家 早晨五點半鐘 這小孩兒就起來了 耍牙洗脸 他媽呢 給他做早餐 早餐也很簡單 雞蛋炒米飯 家裡那種 就那種大柴鍋 在地上盤的那大鍋 好 這個光是米飯不乾點嗎 就一點鹹菜 自己家裡醃的鹹菜 吃完了呢 他媽拿出來一個保溫瓶 咱現在比較時尚的這種保溫瓶 咱這就是北京現在 咱用的 咱用的這種保溫瓶 他們那兒也有 證明他們現在經濟也還可以 也不錯 不像這差距怎麼的 保溫瓶打了滿滿一瓶 孩子終於翻 孩子身上穿什麼呀 穿的這個衣服很乾淨 乾乾淨淨一看就是小孩穿的衣裳 紅領巾扎的整整清洗 往腳上一看 咬不得了 一雙特別破的一雙球鞋 他就問這記者問這孩子 說這個你看你這個身上穿的這麼乾淨 你怎麼穿上這麼破的球鞋呢 這孩子他媽媽話接不來 因為啊從我們家上這個學校去 要走一個小時的山路 就是來走一趟一個小時 放學回來還得一個小時 這就是為什麼中午要帶飯吃 這個孩子呢說這個家庭呢 這個生活還不錯 他爸爸呢在外地打工 能掙一點錢 家裡呢種點糧食 種點什麼呀 還夠吃夠花 在這個村子裡生活還是不錯的 就這鞋費 一個月軍備得壞一張鞋 而且這個山路崎嶇不平 然後得打著手電 五點多天還黑著呢 打著手電去 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 他能到這 這是第一家的孩子 二這家就像這小姑娘他們家 我估計是第二天的事兒 第二天還是早晨五點多鐘 這時候可能比那更早五點 這小姑娘家早晨起來吃什麼呀 兩樣米的米飯 就是百里和一點小餅 然後就是咱北京說叫白鼠啊 我們這個叫他們叫山芋 就是這些東西 擱一塊 也是就一點鹹菜吃 這個小姑娘不帶飯 只在她身上穿的 沒有那個孩子那麼時尚吧 咱說咱所謂時尚 很朴素的一個小姑娘 這個背的這個書包呢 也是自己的這個書包 就是自己縫的 不是那種買的那雙된背的那個 有一個徐陽佳爸胡臺郎的那個 是不是?我上面是晃背光屁股蒟的 那種 我最喜歡這耳膀 自己立即是自己縫的話 這個小姑娘呢 腳上穿著一雙鞋 因為這個女孩 玩的毕竟比男孩还干净 也不是一双不好的鞋 但是普普通通很干净 这么一双鞋 这小女孩说 我呀 如果走得快 两小时之内能到学校 我如果走得慢 赶上刮风下雨 有可能还能赶上山体滑坡 这就是这个镜头完了以后 就换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了 要过一天中午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刚才我有所交代 这个小男孩带着保温笼鸡蛋炒饭 中午下个零一下 他拿出来 在那吃 可是呢 这个记者就发现 这个上五六年级的小女孩啊 中午不吃饭 就纳闷就问 你怎么中午不吃饭呢 我这个 没有这个条件 他说你们家不也是 这个做饭做得挺好的 在追问之下 这小女孩说了实话 说我为什么不带饭呢 有的同学 你像条件好一点 能带个鸡蛋炒饭 有的能带个饭 带个炒的菜 我如果是带着两样雨 加上白薯的这个饭 会让人看不起的 这是2001年 这是2011年啊 这就是今年的事 然后呢 这个记者呢 就给他们俩人啊 发了两张词 这词上写的什么呀 2011 加上什么 等于幸福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做这个 这个事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小男孩写了 2011 加上一身崭新的运动服 和一双球鞋等于幸福 很正常 这是每一个像他这么大的孩子的向往 其实我从几岁的开始我就有这种向往 一身好的运动服 一身好的球鞋 这球鞋的这个愿望 我从几岁就识想 这个运动服 尤其是这种大品牌运动服的这个梦想 至今仍是实现 我就大胃 奥特尔都穿什么 我很快 他退役以后 我估计就有我能穿的了 这是这个小男孩写的 这个小女孩写的是 2011 加一条好走的公路 等于幸福 看到这里 我觉得西方工程 二十多年了 他们的校舍非常好 你像咱在北京吧 我在大兴股 我们大兴的好些学生 跟电视的学校差不多 洁白的校舍 新的桌椅操场上 篮球框 你看这地儿发达不发达 看篮球框 打篮球这框 如果是有机玻璃的 是那种苏高玻璃的 这学校肯定不错 你要一进一看 还都这破木头 那木头都熟了 那肯定不行 他这就是塑当玻璃 学校很不错 我觉得可能下一步 这中央台 既然这么重视这个 可能也会 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 或者完成他们一个 一个新人 如果说修好了一条路 那么这个小女孩 是不是今后求学之路 就会更加顺畅 那么学成以后 他是不是就会更好地去报销国家 这我觉得也是对于国家的一种热爱 回到咱们这个书里头来 其实这个书里头我觉得 有时候梁山这些人都是都是反贼 可是你从哪个角度说 他也爱过 他也有爱过情 其实每个人都有 咱上一文书 咱说到大明府的头一回 头一回主要说的是谁呀 高丘高太位的事 八帝宋徽宗啊 这个七帝折宗 宴家以后 八帝徽宗继位 赵洁继位 就是宋徽宗 有的人说宋徽宗朝政腐败 这一朝是最混乱的 我认为不然 昨天我们在这看到过 我觉得有宋以来 乃至中国古代史 宋徽宗一朝 在文化层面上 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不是首屈中指的 是首屈一指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 宋徽宗的寿金体的字 它是书法大家 而且徽宗一朝的几个年号 出的钱币 我仍然好奇收藏钱币 草书 寿金体 楷书 这两个多少钱啊 它都是成对的 成体系的 像圣宋 是圣宋的 崇河 崇宁 好多年号 这全都有 寿金体 这些都是宋徽宗亲自写的 中国历史以来 中国从唐朝 开元年间开始发行这种方向 有开元年号 原来都是什么五朱卧半两个 都是这样的 没有纪念年号的 从开元开始有纪元年号以后 唯独有宋一朝的宋徽宗 亲自写 这就等于是皇上留下来的字 非常的精美 而且这个钱流到流传到了今天 依然非常漂亮 有人说这铜钱好保存 他们那个时候 以铁钱为主 发行铁钱 铁钱一发行完 一始终一流通 就生锈 你那个人看 他就得锈 但是几千年 那个那个一千万年 字体非常的清 非常的漂亮 一个是这个 二一个 瓷器方面 宋朝的五大名谣 然后在徽宗年间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人能及啊 谁要能拥有一件这个 那个时候的五大名谣的瓷器 那就发了 那就真发了 现在都在我们的包岛台湾 都是民国三十八年时候 跟着飞机都过去了 贪亲去了 一直 盼着吧 盼着我觉得 他还是应该回到故土来 就跟这次这个 这个画似的 傅春山居图这个画似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能回来 还是应该能回来 因为我觉得可惜了给他 他们那边吵 真的 可惜了 这就是宋徽宗 宋徽宗一朝 徽宗他把这个注意力啊 都放到了这种文化上的 艺术上的 没事老祖人王文人 咱今儿画一什么呀 咱今儿画一大大名 好 就是画一个穿纱子 明儿 看这个画捏了 咱明儿画一不穿纱子 徽宗一朝开始实行的这种 就是画这裸体的 这这种画一直流传至今 你知道吧 都忙着这个 哎呀对你这话 都忙着干这个去了 朝政腐败 他故里朝政 当时奸臣当道 最大 极大成者 乃高求是也 高求当时 官拜 其实这个字念太渝 太渝 我还得承认一个错误 昨天咱说叫太渝了 就这个字是渝 但是根据这个官称里说 叫太渝 可能一会儿我还得说太渝 因为说习惯 但是我要澄清一下 这字念渝 有人跟咱搬当的时候 记着这字念渝 别让人问倒了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著名的 开场表演艺术家 郭鹤明老师 给我提的一个建议 当然我跟郭鹤明也不是外人了 他是开场艺术家 昨天晚上我也唱一块 我是开场艺术家之父 听这小子跟我说的 说太渝 这个字叫太渝 官拜太渝 西梁国进贡了一件奇珍的异宝 叫做紫金大宝如一壶 为什么咱就说这么细子 因为好多这个昨天没来的朋友 咱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这个紫金打造的 上面有八件宝贝 壶盖上有四块宝石 湖底下有四块宝石 代表着天地日月呀 水呀火呀云呀月的酒 代表这个 湖嘴就是这个龙头上 有两块宝石 一个叫避火珠 一个叫避水珠 转动避火珠 湖内的酒是温的 就能温酒 自己它就温 湖内的酒能温 转动这个避水珠 湖里的酒是凉的 跟冰镇的差不多 这个湖最值钱的地方 晚上把这灯全都灭掉以后 湖放在屋里 霞光万道锐彩千条 照如薄受一般 这就是这个湖最大的宝贝 这么一个湖 高秋看上了 为什么高秋看上了呢 高秋啊 他呀新纳了一个这个爱妾 这个爱妾是从哪来的呢 南越那边静贡来的一个爱妾 这个爱妾叫卵氏 这个卵氏 琴棋书画 让人精通 这琴棋书画精通以后呢 人家给起了个雅号 叫四宝 卵四宝 美若天仙呢 长得太漂亮了 沉月落叶之貌 碧月修花之容 这个脸色长得太白太嫩了 怎么形容这都形容不出来 比如说这煮鸡蛋啊 煮鸡蛋煮好了把皮包了 搁在窗户外面 让他接一宿这个露水 等第二天早晨起来 天刚放亮 太阳徐徐东升之时 满天的红光照在太阳之上 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鸾四宝就这么好 真的 我尽量不看这本书啊 晚上大家都来啊 晚上欢迎啊 这个高太北和这个鸾四宝非常的相爱 不过有意义 大家不要乐啊 这说的是宋朝的事 不要借古玉金 这个地儿 这不是现实独立题来的 你们要注意 由于她是南越古国进攻来的女人 语言交流上有障碍 他们那边说的 现在话叫粤语啊 比如咱这儿说 你上哪儿去了 人家不冷 连海滨都 交流不了 交流不了 整天这个鸾四宝是闷闷不乐 独作相规 闷闷不乐 这高兴就想办法怎么办呢 皇上得了这么一件宝贝啊 定下九月初九日 在升宫内院 宴请满朝的文武过关 一块用这个酒壶来共同饮酒 普天同庆一下 这个事呢 本来是内务府就办了 高求是看上这把壶了 把这这活打了 皇上这活加给我干 他干这活 为什么呀 他有一个私心 这个鸾四宝呢 八月十五的生日 后来我一查这个皇帝啊 跟兔爷似的 八月十五日的生日 这是书中原文啊 书中原文 八月十五的生日 他想把这把壶弄过来 给他的这个妃子过寿 给他这个妾子过寿 可是呢 这个在哪儿办呢 他在这个白虎堂里办 大伙可能听过白虎堂这个地儿 当时北宋一朝最高的军事机关 这是作战有作战任务的 你去打哪儿 你去防守哪儿去 他是干这个用的 他把这军事机关改成寿堂了 为什么这地儿叫白虎堂呢 白虎堂 后面有一大画 画上有一只斑斓的白虎 这个白虎 是用什么做的呢 东北真是有一只大白虎 白虎身上的毛 绣的这幅画 所有的蚊虫 都不敢经过这里 寿宗之王 真正的白虎毛做的 把这画给撤下去了 换疑什么呀 过生日吗 换疑老寿性 寿性老儿 背头大老的那样 换疑那些画 这个布置 把这个帐八条案也撤下去了 改成八仙桌子 白虎板上寿陶啊 水果啊 钢果喝百多祸 收拾东西 这你看还空着点 写点什么 写着祝福的话呀 什么生日快乐 鸾队我爱迪 鸾队加油 四毛跑样的 主持真不错 小儿也不错 写好写 写一下 特别的温馨 可是就在八月十五日这一天 夜半三晶十分 重兵把守的伯虎堂 这个八宝如意夜光湖 不翼而飞 没了 谁扣走的呢 是一个和尚 这和尚 这和尚这手 拖着酒壶 站在房梁上这手 啪 撒出一个飞镖去 就朝着高球飞过去 高球因为这个 踢手好啊 当时不要踢手 醋鞠啊 醋鞠醋的好 有点红酒 有点能的 一过身 这飞镖贴着脑袋 嗖就过去了 登 插在他后面一根明柱之上 这个 打开这个飞镖上面啊 有一个字简 这字简上写着四句诗 生的英雄胆气豪 铁骨钢筋骨益高 佛门清净十年苦 道德保护任逍遥 昨天就说到这儿 今天接着这儿往下说 这和尚参访跑了 高球拿着这张纸就哆嗦上 为什么呀 他再厉害 他是一个大臣 这个国家不是他的 家天下这家是皇上的家 国是皇上的国 不是他的 这离九月初九日越来越近 胡若找不着 五皇万岁怪罪下来 他高球也是吃醉不起呀 高球拿着这个诗是闷闷不乐 就想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明白 这个高球手底下呀 有一帮附庸芳雅的人 养了这么一帮附庸芳雅的人 没事给他出个灯迷呀 写个对联啊 说个俏笔画反正画啊 对 对 诶 就是干哥哥 平时来 这个 台卫 咱今儿对一首诗 如何呀 我说台卫 咱今儿来一个对联 你看怎么样吧 齐雷摩定 齐雷摩定 他就是说 说这个 来了一个文人 这个文人姓余 叫余浩 余浩过来的 台卫听说咱府里出了事了 唉 是啊 你看看这个 就随手啊 把这个指简递给了这个余浩 余浩拿着指简来仔细瞅 台卫呀 真是一首藏头诗啊 其实高球明白不明白 高球也明白 只是他不想说 因为这胡丢了他心里难受他不想说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您看这个啊 生凭英雄胆气豪 头一字 这是生 二一个 铁骨钢筋骨一高 第二个是铁 第三个 佛门境地十年古 第三个字是佛 道德保护任逍遥 第四个字是道 四个字加一块儿生铁佛道 这么四个字 余浩说 他说 西根主上 这个人太猖狂了 尚咱太御府道德保护 还敢留下一首藏头诗 告诉是他道的 太不拿咱这当回事了 这个高雄说 嗯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胡丢了 皇上怪罪下来 我意如何呀 这余浩也真吓得来 太御不必惊慌 这是小菜一碟 高雄青年这样话呀 真是嘴里没唾 有唾咪一口他能吹死他 什么话 我们全家的性命 都在这一把红上了 你怎么能说小菜一碟呢 太御 太御 您休要洗脑 要洗脑 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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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脑完了呢 我得跟您说 说什么呀 咱这个地儿在哪儿啊 咱这不是太御府吗 是啊 他从我太御府里倒走的保护啊 咱这个太御府在哪儿啊 太御府在京啊 冬城呢 在汴梁呢 啊是啊 那这个汴梁归谁管呢 这个 归开封府银管呢 哈 那就是了 湖虽然是在咱们府上丢的 可是啊 咱这个府 归开封府管呢 虽然湖丢了咱有何人 他开封府也有何人 他开封府得管事儿啊 这安全归他管呢 高球一丢 嗯 言之有理 为什么言之有理 这就是推卸责任呢 虽然从我府里没的 我得找一下家人 我得找一替死鬼啊 替罪的高扬啊 找谁啊 开封府尹 这个时候的开封府尹呢 就不是包的人 齐的人 这时候开封府尹是齐的人 如果这个事儿 搁到包公的手里头 包公绝不管他这个事儿 高球写了一封信 把这件事儿原原本本的情节 反正对他有利的 都写上 拿了三支铜铃剑 送到了开封府了 送到齐的人手里了 齐的人拿过这信来一看 直缩牙花了 为什么呀 这事儿不应该他管呢 这个保护是皇宫内院的东西 你说你拿走丢了 跟我何干呢 如果这件事儿不管 他是开封府尹 高求位高权重 这怎么办呢 还得管 还得管怎么办呢 他手里有精兵强奖 找谁呢 三班的都头 两个人 一个是这个李都头 一个是赵都头 李都头呢 个儿高一点 赵都头个儿还小 李都头稍微的胖一点 赵都头稍微的瘦一点 李都头呢行二 赵都头呢行六 把两个都头就给喊来了 把这信就给了两个都头看 两个都头拿个信来一看 哗 那真是怒发冲冠 为什么呀 这俩都头啊 在这个开封府里当差好几十年 两个人都五十来岁了 在这个开封府的市面上 无论什么事儿 只要一提这俩都头 都好事都管用 这就是一路诸侯啊 一路精兵强奖 咱俩看完这帮信以后 把这信往桌子上去看 齐点人 这太不拿咱开封府当回事儿了 啊 他敢在咱眼皮底下 干这种龌龊的事儿 他不知道咱是干什么的 这个 朋友们 书中暗表 这就中了高求的诡计了 为什么呀 这俩人思想没有这么复杂 很单纯 他就想 在我开封府的地面上 怎么能够这种盗窃的行为呢 还敢从太益府里盗东西 可是他没想深层次 这东西怎么到的太益府啊 这要在故宫里丢的 是不是 这可以啊 丢了这么几点帽子到现在 还有仨没找回来的 这又归咱管呢 这你太益府 谁让你拿出来的呢 没人让你拿呀 他没理解到这个层面 他就想 从我开封府里弄的东西 我得找 可是这个找 也没有一个头绪 为什么呀 当时的东京汴梁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现在一说开封 好像这个地儿 是一个小城市 在河南都算不上 特别大的城市 那是因为后来黄河改道了 把那座汴梁城给埋没在黄土以下 原来的汴梁城 你现在这开封要大很多 而且很繁华很漂亮 这个清明上河图反映的 就是当时汴梁城的这种繁华的景象 现在一些穷国一些弱国 都不见得有那个时候画上这么富裕 这么好 你像阿富汗的一些地方啊 是吧 这个不带塔利班控制的那些 那些地儿啊 都不如 但是后来因为黄河改道就淹没在里 当时这地儿很淡 这上哪找去啊 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呢 虽然高雄有权有势 他是这个八十万进军的教头 可是他不能把这八十万人都撒出去 没事得和上玩去 那和上招谁惹谁惹 开工服更不能这么办呢 这个齐一大人就跟这俩班头商量 里头 那个赵头 我跟你们俩说 那个来人呢 给赵头搬一个马上麦干净 这这个事儿 他交给咱们开工服了 咱一定能够怎么办 至于说这个怎么办 还烦烙鼻头 烦烙鼻 烦烙儿呗 给我和这事儿办好了 我会重重的有赏 每人赏二百两银子 这个事儿 吩咐下去 这两个头儿啊 就回来商议 哎呀 李律哥 赵先生 那个这个事儿 你说咱们该如何呀 后来一想了 哎干脆赠 咱这个当差的里头 我徒子徒孙的也做 撒住人家 暗访 扫听扫听 有没有这个人怎么回事儿 好不好 这个事儿分不下去 徒子徒孙的就开始 撒住人家 就开始找去了 找去这些人了 这时候高求也没闲着 他也派人去找 可是呢 这就真是跟大海捞针一般 哪儿找这个人去啊 没有 眼看着离九月初九 皇上宴请文武过关的日子 是越来越近了 高求坐不住了 找到齐大人 齐大人啊 给你几天的期限 你能找到这个责任哪 这齐大人怎么说呀 这我咋知道 他也不能这么 哎 希望您多给再下一点时间 那人这么说呀 他不能规定时间 您给我十天 您给我二十天 再给我二十天 那这个宴会都过去了 这高求也倒霉了 高求说 这么办吧 我给你三天的期限 你让你这个里头跟赵头 两个班头 全权负责料理这件事 如若找不着 定拿他俩人试问 这赵头里头一听见这个消息 好嘛 心凉了多半别的 为什么呀 这事交给我三天的期限 三天了 五天才也完不成了 这三天过去了 高求没延伸 又宽限了三天 这三天又过去了 高求这回急了 把两个班头找了来 各打了四十大板 打的是皮一开肉战 别说找人去了 连回家都回不去了 这为什么呀 这得跟您说 不带打板子呀 这还是我小时候啊 听我们这个老师 这我们讲的普及的这个文化知识 咱们普及这文化知识 小时候啊 我们那个老师还有一点这个私塾先生的意思 有这种戒指打手 想打死你不想打死你 不是看你劲儿大劲儿小 跟这都没关系 主要看你手腕什么事 板子一落手腕一晃跟手腕不放落下去 感觉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挨板子得给人家使劲 是钱的 你使多少钱 打过大的劲 您是想保命 您是想养两天就没事儿了 您是想纠败伤 没有内伤 好些个等次 好些个假麻 这回高穷府里任何不管你呀 你是开封府的人 我打死你也活该呀 啪啪啪啪 依然挨了四十棍 这两个都头 一个罩头一个里头 心里头很委屈 为什么 跟他们无关 他们没尽力吧 尽力去找了 撒个人找了 可是一无所获 高丘这回真急了 下了一个死命令 您听这命令吧 您就知道这人 蛇蝎的心肠 再给你们二人三天的期限 如若再找不到这个责任 哈哈 你们一家老小 上至八十岁的老母 下至瓦瓦坠地的孩子 都得给我锁下来 下到监牢里去 听不听这个 这就都是高丘说的 奸臣啊 这人为他都不用回家想去 一摸脑袋就能想起来 就这么换 这俩班的伙 把人给抬回家里去 躺是躺不下了 咱们喊着 这 里头喊这个赵 这个 大哥 你没事吧 老李 我 没事 他打我腿上了 咱俩这屁股不在一位 咱手上的就是扑扑的 大哥 您说咱这事怎么办 俩人就合了 合计也是无奈 该做的事都做了 没找着怎么办呢 三天的期限到了 这俩人在炕上猪猪地趴了三天 第三天的早晨起来 就听伴上咣当一声 高丘派他的飞虎骑的卫兵 到了这两家人 这个里头和这个赵头两家人 通家之好 也是邻居 没事呢 就在一块 有年 今年过年 在他们家 明年过年上他们家 通家之好 这回让人一锅尾端了 这个哭的 喊的摔东西的 喊救命的 找妈妈的 踩着脚 哎呀 把邻居们全都惊动了 站在路边上就看 哎 伤心 替这两头难过 搬了一辈子的搬倒 人家也不错 也别说是好人 但是不做什么恶事 如今落到这样的下场 两家人全都捆着 一个一个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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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走着呢 这个后面那个 魏中要压 走走走走 走着呢 正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在人群中 传来了一声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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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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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事好汉大 这么大英雄还是一介乎 好汉做事好汉大 我跟你们回去 把这两家人都放 两家有二百多口人 都给放了 过来把这升铁服拿铁链子 哗啦一搭 锁上这就上高丘府了 这百多的号人都走了 咱不说呀 这两个班头照着跟里头不能走 为什么呀 这是开封府地界的案子呀 他不能就那么走了 他得跟着去上高丘府 审这个案子 签字画牙这事定完了以后 把这个责任放到监狱里边去 这个时候才算是他们这活算完成 虽然身上有伤 但是他还是一方的官吏 还得接着去 俩人互相掺和 哎呀 老赵你太乱了 太乱了 互相掺和 来到了高丘府 高丘一听这个 把什么责任抓到了 一拍这荆堂墨 升堂 就听底下 哎呦 其实这个呀 叫什么呀 越权 这个事他越权了 为什么呀 审问案子是开封府的事 您这个白虎堂 我虎堂是军事机关 不能审费 他也还管大 升堂 哎呦 他这说升堂呢 那边乱了 怎么乱了呢 上文书 就是昨天咱们讲过 高丘派的两个手底下的 亲信的将军 看管着这个湖 哪两位呀 一位是方程 一位是云炳红 两位将军 一个叫大刀将方程 一个叫花香将云炳红 俩人马上顾下呢 都是好样的 都是一等一的人才 就这个云炳红 跟这徒头这和尚 打起来了 为什么打起来的呢 这云炳红心说的 你骗过呢 因为昨天有一个情节 这个和尚画了一团火球 在这院里滚 他们追那火球去了 为什么追火球呢 这中国古代人迷信 凡是那地下突然间生了水 生了火 此地必有金银财宝 你像这地儿 忽然间着火了 挖这地儿 水有金银财宝 你看这地儿突然间滋出水来了 水大了 哎 这地儿也有财宝 你看像我们这个 前一段时间 我们那个伟大的金铃 日本国就发了一笔大财 这就是这么个事 他就变成一火 变成一火 你敢害了 你给我调虎离山 你进去把这宝贝盗了 他想什么呀 他这一世的英雄 就毁在那个臭和尚的身上 他心不干呢 这和尚们在前面绑着 手在这 这个身上的链 他在这绑着 他想什么呀 紧倒这个锁链子 把这个和尚给勒死 和尚在前面 他在后面 他一瞪这个锁链子 扛扛扛 他紧了三扣 这要是一般的人 同志们 这时候脑袋就让他挤掉了 他越弄越紧 他也是有 就是花香酱 看看看看 三下 这和尚一开始啊 没感觉 同一下时候 他就 嗯 很舒服嘛 紧紧紧紧 嗯 很舒服 二一下 越弄越紧 越弄越紧 和尚这时候苦干了 和尚给他使了一招 倒梯子经锅 啪 好 就这一下 可不要紧 和尚没看见他啊 这正正紧直的 啪这一脚 踢到这个云柄红的小扶上 噔噔噔噔噔噔 躺地下 吐血而亡 和尚一看 微微微 托福 乌噔噔噔噔噔 我跟她无冤无仇 我我杀个人了 我我我我不能头抬过 我跑了 李使劲就哗啦 把这铁链子都睁开 дерев 把这大城带上来 疼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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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欺鸣泰运 欺鸣泰运 大事 Superior 就好了 何事惊慌 哎呀 我们云将军被那个和尚打死了 那个和尚逃跑了 高秋听见这句话 用现在的话说 这血压就上来了 二百多了 高秋这人呢 心狠啊 这两个班头 赵头跟李头还在底下呢 俩眼一动 这就要宰这样呗 可是一错眼珠的功夫他想明白了 不能 我宰了他们 这胡还是找不着啊 我还得指着这二位给我找这个胡去呢 想到了此 刚才这表情瞪时就改了 这表情改得太快 瞪着眼哪 好 这两个班头一听这句当时屁股都不疼 脑袋蹦的这 哎呦 这要干嘛呀这是 噗噔噔噔就都跪那了 二位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哈 赵头 李头 这个事情还得托付你们二位去办 哈哈哈哈 谁呀 来人哪 每人赏一百两银子 每人又赏了一百两银子 二位头端着这银子 心里更忐忑了 不知道他下面说什么呀 你们二位要尽心竭力地继续抓住这个责任哪 这两位班头 手托着这个银子 哎呦 俩人正往回溜达 哎呀 反倒也没人敢抢他呗 往回溜达 你说啊 这是银子嘛 这以后的话说这不就是炸弹吗 这不就是咱俩哪儿找这人去 再说了 这和尚也不是咱俩逮来的呀 是人家为了救咱俩这一家大小百十多好人 人家才折身而出啊 挺身出来的呀 哎 怎么办呢 这呢 回去以后啊 把他这帮徒子徒孙呢 又都给找来了 找来干嘛呀 开会 想办的 想对策 把这个事原原本本的 到了高丘府是怎么回事 这个和尚怎么打死人 怎么跑了 高丘又给了多少银子 交代了什么任务 跟手底这帮徒子徒孙都说了一遍 这帮徒子徒孙都聪明了 师父 您甭管 我们再细时来找找 您看这个东城西城 南城北城 是不是 哪儿我们都在摸索摸索 我们再去找一找 也只好如此了 你们尽力而为 撒出手底这帮人啊 俩老头坐那儿和去 哎呀 你说 这个和尚能藏到哪儿去呢 开封府的这个地面上 咱也都找过了 突然间 照头说了一个地方 兄弟 大象国寺 咱可没去啊 这个大象国寺是什么地方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院 据史书记载 大象国寺里有纯钦打造的佛像 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寺院 造了好的寺院不是谁轻易就能进的 为什么这俩头没去这个地儿找呢 就在这儿 你说我出家 我要让象国寺出家 办不到 没根没叶的人 一般进不了象国寺 烧香的都得是 王亲的贵族 还不上去可以 所以这个地儿 一般的和尚也不要 说外来一个和尚 上大象国寺里挂担去 您出发有很硬的关系 这可以 如果没有这种关系 想进也进不来 他想这穷和尚穿的那么磕磕烂烂的 他怎么能上象国寺呢 可是这俩的你想 也没别的地儿去了 干脆咱就还是象国寺找着去 有病断头一把 俩人互相掺着就出来了 走在这个街市以上 这个东京城是真繁荣嘛 做买做卖人如潮涌 有这个推车的单单的 卖米的 卖面的卖 焙的 卖收汁的卖 酸的卖蒜 五波的具玩 耍猴们变起 把这个吹扶人的卖面 这个碗都卖了 还有 outright小孩 皮麻再铁毕了 melon 这铁都迍 味噌 非常有人 突然之间,两位搬头一抬头,见远方不远处 围着个里七层外八层,里七外八不透风 走近了一瞧,是一个打靶式卖艺的地方,两个打靶式的人 可是这两个打靶式的人,正被一个人打着 你看这打人的小伙子,长得太漂亮 原文评价,纯红齿薄,就没有见过比他长得好看 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后人有一个叫张云雷的 好多人都说,这小子长得漂亮,张云雷跟人家一比 那就是天长之别就这么好看 头上戴着英雄金,身上穿着白衣裳 这英雄厂在这打着,打着这俩人 这一天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小子使了一个招数 叫道提紫金冠 看到这儿,两位班头心里如鲜花怒放一般呐 误呼呀,这帐头说,老李你要死啊 你看,你看他使的这个招数 讨提紫金冠,这跟那和尚如鲜一折呀 俩班头一合眼,先逮着他 严加审问这个人,定能审问出这个和尚的下落 修这主意,俩班头封台人群往里头走 这这小子还打了,一把的那肚子 这刚起来,那一把的肚子 这一起来,那肚子,那一肚子,这一起来 俩都给打梦头 这俩班头人都认识了 凤凯人群,哎,那皇子那皇子,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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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犯了什么错误 打把是慢义的 穷苦之人 你打他为何 你不知道吧 这两个小子 打把是慢义 他不挣钱 我帮着他 我帮他挣钱 可是没想到 这两个小子 他骂我 我能不打他们吗 哎呦 要这么说 这两个小子确实无理 小伙子小伙子 话不能在这儿说 这是大街之上 你跟我 咱找地儿说理去好不好 哪能说理呀 嘿 哪能说理 你跟我走 你就知道 说吧 这话一抖了铁链子 换了 把这小伙子就套上了 嘿嘿 你跟我上开封府 说理去吧 就把这小子给你逮起来 逮起来 压到开封府 可没升堂 为什么呀 他们也知道 这不是和尚吗 人家这有头 小小伙子的风掌 不一样 把他都带到 自己的办公室里了 刚要审问 到外边 咚咚咚咚咚咚咚 跑上一个人来 此人不是别人 就是这两个人最小的徒弟 叫王小顺 王小顺 过来一看 这是压了一个 没好意思 大声的说话 走到进前 跟他的师父说 说完以后 这个里头说 好 小顺啊 你先把这个人压到后腿 然后你再回来 这说了一个什么事啊 王小顺 他这个人呢 叫叶猫子 外号叫叶猫子 为什么叫叶猫子呢 白天他瞧蒙眼 看不见 但是一到了晚上 这个人眼睛特别的脸 看得特别的脸 他说在这个城西边 奎猩楼 瞧见了这个和尚 这两头一听这个话 你说的这个 可靠不可靠 我拿脑袋担保 晚上我看得最轻 十里八里我都能看见 这不吗 我在东边 我看媳妇女的心 我都能看见 就这么大能力 我能看见 没问题 我问您 咋我一样 想到这儿啊 这两个班头说 既然如此 咱们今天晚上去看一看 从那手底下的这些秃子秃穷里面啊 找了二十个人 这二十个人都是身强力壮有功夫的人 找了二十个人 找了二十个人 咱们今天晚上 咱们今天晚上如此这般 焦的好了以后 焦的好了以后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出发到哪儿呢 就到这个奎兴德 来到奎兴德的门口 二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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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地用上手 撵了一下这个门 门分锁又开了 帮你一看 那里面并没有着到的身影 空的没有人 怎么没有人呢 你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呀 您放心 肯定准确 来到的里面 这个破案的人 破案他都有职业的敏感程度 进到这里面提鼻子一闻 像是有没洗过澡的味道 他如果走 也不会走得很远 我觉得他可能没走 既来之则安之 咱们就在这埋伏好 等到晚上再拿这个则道 吩咐手底的人 在这个奎兴楼的四周埋伏好了 没有两个班头的命令 谁也不能动 都在这埋伏好了 隐蔽 这个奎兴楼啊 是二层的一个建筑 两个班头就藏在二楼上 为什么藏在这儿呢 站得高看得远 他要回来能瞧见他 这个时候就二经多天都埋伏好了 这个地方夜深人静啊 静的都出奇 一般的胆小子呀 一般的胆小子呀 都脚着肾的好 一点儿生命都没有 都在那儿 如果这个时候地上掉起一根针 咱们的一声能吓死六个 就这么安静 两个班头在这个头上 往远处征服 就先不远处的马道之上 有一个黑脸 有远极近 有远极近 不夺指 来到了归星楼的门口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大道生铁佛 生铁佛背着手 洋洋得意 往这儿走 走到门口 他也很警觉 仔细的听了听 思想没有动静 多心情啊 藏着人的那都是忍着的那个 没有动静 拉过手来 一推这两扇门 门开了 生铁佛走进去了 由于啊 生铁佛是从外面走到屋里 大伙儿有人的经验 你比如说在一个亮的地儿 走到一个黑的地儿 那俩眼都是发黑 要缓一会儿 这个光线的这种错觉才能适应 而这两个班头一直就在这很黑的环境 他们俩能看见圣铁佛 圣铁佛看不见他们俩 圣铁佛摸着痕就走到这个屋里头 提鼻子闻的闻 嗯 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时候 溜溜答答溜溜答答 就看见圣铁佛 往这个西墙根上走 圣铁佛四下里张望了一下 没看见有人 拉下来三块砖 从这个砖缝里面掏出来了一个包補瓶 可是这两个班头就觉得圣铁佛的面目表情不对 掏出东西来就感觉 嗯 这东西 这个头不对了 圣铁佛把这个东西往桌子上一个慢慢的打开 嘶 又盖上了 为什么盖上了 这里面藏的不是别的东西 就是那个紫金八宝 八宝夜光湖 打开这个铺被一看 八宝夜光湖不翼而飞 里面放的是一个称铁 八宝如意夜光湖二次被盗 八宝夜光湖 这才引出来十仙 八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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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宝野光湖 八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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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飘